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正确地跟从耶稣 那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35节到42节 那我就读只是读中文因为比较长所以英文你们自己看好吗 好 开始了 过了一天 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 约翰看见耶稣走过的时候就说 看那神的羔羊 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拉比 你在哪里住 他说 你们来看吧 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 那一天他们就和耶稣住在一起 那时大约是下午十点钟 听了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告诉他 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 安德烈就带他到耶稣那里 耶稣定睛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我们一起低头打高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要向你来打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要谦卑地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圣灵亲自来到高末 我们无论是讲的 无论是听的 好了 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 我们的心灵伸出 我们被圣灵里的话语来触没 好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行你的道 谢谢赞美你 封主耶稣就圣灵祷告 阿们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 我们先讲一讲它的背景好吗 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候 其实犹太人在那个时候 犹太人在那个时候 他们在等待弥赛亚的出现 在当时的时代 他们其实环境是非常的困苦的 其实在那几百年里面 他们都被列强来统治 那几百年里面 几百年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有看圣经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背景里面 有巴比伦帝国 然后有波斯帝国 然后有希腊帝国 现在呢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时代 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 那一直这几百年里面 他们都产生很大的冲击 很大的挑战 那现在呢 你看到在政治上 他们是罗马人来统治 他们没有自主权的 他们土地被占领了 而且呢 他们每个犹太人 他们要被抽 那个很重的税 在军事上呢 其实罗马帝国 这个强国呢 他是统治整个 欧洲 然后非洲 还有这个亚洲的 那个整个的版图 那有一句话叫做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句话是真的 因为在罗马的统治里面 他们的交通 非常的方便 就好像今天 这样子 所以他们 他们可以去到 遥远的地方的 那在文化上是怎么样 当时候呢 他们是 希腊和罗马文化的 掺杂来的 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其实罗马人统治 但是他们也是受 希腊化的那个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那希腊文化 我们叫希腊文化 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 非常前卫的 很modern的 也是城市化的 所以他们呢 有运动场 有这种的 戏院 然后他们有这种 集体的 社交的场所 所以他们呢 是怎样呢 他们是很 注重精神 就是很崇拜 个人自由的 很注重 欢乐时髦的 这种的 崇拜的 所以他们在 哲学上呢 其实在当时候 也是多姿多彩 百花极放的 所以他们为了 要追求 人生幸福的问题 其中当时候呢 有两派呢 是非常出名的 那一派呢 就是他们 很注重 叫做享乐主义 就是 伊比古罗派 那这一派呢 是什么 他们很追求 享受人生的 快乐 还有满足 为目标的 还有一派呢 就是斯多亚主义派 那他们是 主张呢 是要 克制你的 情欲 你要 免意 要行善 然后你要 注重你的 身心灵呢 都要快乐 那这一派呢 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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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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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就是 以人为本的 就是人本主义 in general it means humanism 所以 它两派都是一样 他们注重了 现实生活 就是 现在的生活 很重要 and these two is the same they focus on the realistic life current life 所以 但是呢 在当时时代呢 其实每个人的 信念 其实也是 最空虚的一个时候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weakest moment of hearts 那请问 像不像今天呢 我讲这些 不是随便讲 请问像不像今天呢 I'm talking about this example is to let you to reflect does it look like nowadays 我在讲 在道德上 他们是怎么样的呢 and immorality 他们也是在 道德上 也是最败坏的时候 there's a verse moral moment to 那在当时呢 婚外情 还有同性恋 是被 罗马人 所接受的 and the moment the romans actually accepted the affair after marriage and also homosexuals 还有呢 他们多胎 也是很流行的 abortion is also very common 所以罗马帝国的时期呢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的 整个社会的风气的 由皇帝 直到那些平民 他们都流行 这一种的生活的 而且罗马公民 他们有特权 意思是他们可以随时 跟那些奴隶 就是那些奴隶 或者不是罗马公民的人 能够跟他发生关系的 包括呢 男性的 或者女性的 他们可以 用来满足自己的 性欲的 所以呢 还有在他们的 整个的民间的宗教 是怎么样 他们是满天神 神佛 就是不神佛 满天神明的 ok so in terms of religious they pray everything under the sky 而且呢 他们有这种 君王的崇拜 and they worshiping their kings 罗马王啊 是可以敬拜的 and they can worship their kings 所以我讲这些 其实要讲什么 就是 你看 我所讲的 跟今天的社会 请问有什么分别呢 so what I'm trying to highlight here is there's nothing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e world nowadays 我们觉得今天 这个社会是 非常黑暗 对吗 and we see that this is the dark moment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 其实乐光之下 没有形式的 but Bible's letter sees that there'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在当时候 也是最黑暗的时候 and at the darkest moment of the era 但是你要注意 在世界上 在最黑暗的时候 其实呢 往往呢 神就是要做大事的时候 but do you notice that every time when there's the darkest moment there will be the moment of God want to do his work 所以呢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出现了 and there's the time when the son of God appear 所以你看 有一句经文呢 在加拿太书 四章四节那边 讲到很清楚的 and there's a scripture in Galatians has mentioned clearly 他说呢 以至时候满足呢 神就差选 他的儿子 为女子 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is chapter 4 verse 4 it says that but when the time had fully come God sent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born under law 你看这个的 如果是新一本的话 他是时机成熟 it means that when the time has come 所以你要注意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来的时候 不是最平顺的 这种的 就是兴旺平安的日子的 and you take notes brother and sister when God's come is not during the peaceful and calm world 你在 你注意看 在每一次在圣经里面 无论在旧月 每一次 你看 就是每一次 最黑暗的时候 其实呢 也是一个转机的 一个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的世界 也是处在一个黑暗 一个危机的时代 你认同吗 Amen 你怎样看 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呢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看为 是一个转机的 一个时候来的 as a Christian we should see this as the moment of transformation 是我们把握时机的时候 and this is also the time that we should grab the opportunity 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候 你看到人在绝望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这个 政治动荡 天灾 人祸 经济不稳的时候 也是人心最空虚的时候 人在惧怕 在焦虑当中 你知道神就是要 大大做工的时候 Amen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看见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 把握这个机会呢 趁风破浪 或者是怎么样啊 顺势来冲浪 对不对 这个时代就是 福音要偏传的时代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时代就是 我们要把握机会的时代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时候 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 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 看啊 这个是神的羔羊 然后他两个门头 立刻就跟从了耶稣 我们就很奇怪 哇 现在我说 看到神的羔羊 有人会跟耶稣吗 其实这些的门头 其实在当时 犹太人 他们已经等待 这个的 弥赛亚来到的 为什么他们已经在等待呢 其实犹太人 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 他们对弥赛亚的 盼望有一个的 这样子的一个的氛围 盼望他会很快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当时候 这些闲职的预言 就是在 被鲁前 或者是被鲁之后 这些闲职预言 弥赛亚会来的 你知道在当时候 这些闲职 如果我们看旧约 在被鲁前 好像 以赛亚 这些的 等等 这些 那些 还有被鲁之后的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强调什么呢 在当时候 这些先知 他们会发预言的 那先知的任务是怎么样呢 先知的任务呢 他们有几方面的 所以是第一呢 他们为当代的 就是在当代的宣教者 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当时候 那些的宗教 或者是 政治整个社会 来到告诉他们 你们做错了 你们要悔改 所以先知的任务什么 他们是高举神的威严 他们的尊荣威严 还有他那个 绝对的主权的 还有呢 他为过去的 也是一个解析者来的 意思说呢 他会告诉那些 那些百姓们 他说呢 引用那些失败 你们曾经失败的历史 来警戒他们这些百姓 然后呢 他会为将来发言的 特别是他说到 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呢 神会兴起一些的仇调 好像亚述啊 巴比伦啊 这些来到 来到审判你们的 那更重要的是 他会将来什么 会更远的将来 就讲到 弥赛亚会来到 所以如果我们看在 先知书里面 我们看到的 很多先知 形容这个 弥赛亚什么 弥赛亚 他的政权呢 是平安 是家争无穷的 他的国都是公平和公义的 然后讲到 他是永远直到永远的 他会提到 他第一次来 还有第二次来的 而且会提到 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 所以你知道 整个犹太人 当时候他们就 对这些先知 就是旧约的 他们有一种 盼望和信心 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所以你看 整个犹太人的社会呢 其实有这种 等待弥赛亚 一种的气氛 你知道吗 今天教会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 耶稣会再来 阿曼 今天在教育 我们都知道 耶稣会再来 而且耶稣告诉我们 这些的 遇照 就是说 所发生的 已经亦都发生了 对吗 所以耶稣会很快 会回来 对不对 我们有这样子 等待的心吗 而且神呢 在这个时代 也是要大大动工的 时代 你相信吗 所以我们回到 这个经文 你看 十几月汉 看见耶稣过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两个门徒 说 看了神的羔羊 然后呢 两个门徒 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然后你看 三十八节的时候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这两个门徒 就跟着说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今天呢 我要讲的第一个主题 是什么呢 跟从耶稣 动机 正确 如果今天主耶稣 也同样问你 你们要什么 请问你会怎么样 回答呢 请问你会怎么样 回答呢 我相信很多人 都不同的回答 对不对 神啊 我要身体健康 这个是很好了 我们都要 我没有钱 耶稣你祝福我 我要万事顺利 我要生意兴隆 财源滚滚来 我要找到老婆 在教会 可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的要求 对不对 你会怎么样回答呢 但是这两个门徒 他的回答很奇怪 对耶稣 他反问耶稣 你在哪里住 好像没有你这么直接 这么聪明 对不对 你在哪里住 他为什么不直接一点呢 他说我要发财啊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啊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两个门徒 是非常聪明 他说 你在哪里住 他不是直接 他是间接 就是说我跟从你呢 我要看看你 是不是真的 ok 我看你像不像 弥赛亚 我看你有什么 你在哪里住 如果他看看 耶稣在哪里住 他心里面就有数了 对不对 因为在先知里面的语言 曾经提到 弥赛亚好像君王这样子的身份 对吗 因为在所有的 传统 传统 说 弥赛亚是王 如果耶稣住的地方 最少都有一点气派 对不对 哇 耶稣走的地方 都有一种气场 我们讲 现在流行叫气场 他最少住的地方 不算差的 对不对 如果耶稣带他去 这个无路无路 对不对 我考虑要不要跟从他 对不对 如果他说好 耶稣说我带你去 哇 看看 哇 他家是很豪华 哇 差不多像皇宫 哇 不错 对吗 或许多当耶稣 说他们 oh this is where I stay so luxury like palace 哇 还有车房 车房里面 还有几匹宝马 but there's a garage you know there's few BMW 哇 还有加上一匹 红色的车兔马 and there's one red Ferrari 哇 哇 Ferrari 哇 还有身边 还有随虫 and there's servant besides serving him 哇 如果说这样子 那两个门都已经 哇 跟得够啊 哇 要受受啊 ok ok this one worth it ok I'll get benefit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我们很多人跟随耶稣 我们都会问 问耶稣 你有什么 对不对 and most of us will always ask Jesus what you have for me 你可以给到我什么耶稣 what can you offer me Jesus 你可以给我看见什么 对吧 what can you show me Jesus 但是你跟隔壁说 啊 你不是啦 ok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you're not 你知道今天 很多人去教会 他们是同样 会问一个问题 many people in church also asking the same question nowadays 教会有什么 what does church 这个教会豪华吗 is this church grand 啊 要上楼梯的 i have to take staircase 啊 在那个shopplot楼上的 on upstairs of the shopplot 这个教会出名吗 is this church famous 这个教会给到我什么 what can the church offer me 你看今天很多人 选择教会 他们都要这个教会 哇 豪华吗 出名吗 哇 这个教会很大 many people choose their church because it's famous whether it's a grand whether it's a big 哇 这个教会 哇 你看很多人都 加名车 哇 成功人士很多的 不错了 不错了 and people attending the church while they come with the grand car must be very successful people not bad 我参加这个教会 有虚荣 一点的虚荣感 when I meet together with them I have a sense of vanity 你参加哪一个教会的 which church you're going to new life的 new life 看谁走 Praise the Lord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讲 你今天怎么样选择教会 and brother and sister how do you choose a church 你选择教会 是不是以真理为优先 when you choose a church do you prioritize by truth 还有你有没有自己 追求真理呢 are you yourself seeking for truth 你知道最好的教会 最 最 最好的教会 里面也有犹大的 但是你看到一个 最不起眼的教会 或者是最 最坏的教会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人 很渴慕 追求真理的人 对不对 and also there could be some worse church we also can see people that's really looking for truth 所以是在乎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正确去跟从耶稣 Amen it's all about ourselves whether do we follow Jesus correctly 所以耶稣的回答 其实他是非常严肃的 意气 他说 你们要什么 when Jesus answered them he's actually using a very serious tone what do you want 今天同样 耶稣也问我们每一个人 你们要什么 and today Jesus also asking us the same question what do you want 请问你怎么样 回答了 各位弟兄姐妹 and how will you answer 我跟你讲 我们单单跟随 耶稣还是不够的 just follow Jesus it's not enough 我们还要问 我们的动机 是否是正确 Amen it also depends if you have the correct motive 如果是为了要达到 我们自己的目的 来跟随 耶稣其实我们真的 不是在跟随耶稣 if you follow Jesus for the sake of fulfilling your own purpose or your own needs then you are not following Jesus 而是我们的欲望 要得到满足 耶稣你来满足 我的欲望 我告诉你 那个是耶稣 应该要跟从你才对 if you all you want you just to fulfill your own desire you actually want Jesus to follow you 我要讲一个故事 I want to share a story 在 一个万圣节 你知道万圣节 我们这里不流行 在外国很流行 and during one of the helloween that's very popular in the overseas 有一个人呢 他在万圣节 他要参加一个 的发妆舞会 and there's one man that he want to attend a dress up party 然后呢 他在家里的 就用那些 红色的气 涂到他脸 整个红色 he's using the red paint to draw his face all red 因为他要扮魔鬼 because he want to dress up as an devil 还有两个脚的 with two horns 还有长头发的 long hair 还有不知道拿到一件 好像Dakula的衣服穿的 and wear the clothes like the tuxedo like Dakula 还有一个假牙 两个这样子伸出来的 and the two fake fangs 弄到自己很恐怖 and look so horrible 然后他就走路去 这个舞会 and he walked to the party 刚好下雨 and then suddenly it rains 哇 他就要避雨 他就看到一个教会 他就跑进那个教会 那边避雨 this was because of the rain so he had to find a place to shade so he saw a church nearby he went 哇 他在教会旁边避雨 so he sat at the side of the church 他听到有人在那边唱歌 然后就祷告声音 我在教会里面 and then he can hear the voice of worshiping and praying 哇 那些人讲了 哇 耶稣 我最爱你啊 我跟熊也唱着这个 so people inside they worshiping oh jesus i love you i want to follow you 哇 很热心的在祷告 so enthusiastic 这个人就很好奇 就刚好有一个窗口 没有打 没有关 他就往里面 望哦 so he's curious so he take a look through one of the window that's open 敬拜的时候 有一个看到 不敢出身哦 one of those people inside worshiping sorry man is case tyrant 其他人没有看到 还在那边敬拜哦 so the rest doesn't see the devil so they still continue 这个人给他们的 祷告和敬拜 吸引了他们就 哇 门没有关 他就慢慢走进去哦 so this dress up man he just so attracted so he saw the door is open he walk inside 那生人一看了 魔鬼来啊 全部跑哦 so all of them inside he just freaked out because they saw the devil they run away 其中一个跑不掉 掉在地上 脚软 so one of them did not manage to escape he fall on the floor 然后他向魔鬼求情 魔鬼大哥 and he's begging oh mr devil 他说 其实我一直都是 暗中跟从你的 deep inside I'm actually your follower 我不是真心跟踪耶稣的 I'm not sincerely follow jesus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跟踪主的 动机正确吗 Dear brother and sister Do you have to write motive 我们是不是真的 要心里面 口默要神的旨意呢 Do we really want to follow the will and the glory of God 我们心里面 真的是要看到 神的荣耀吗 Do we really want to say the glory of God 还是只是想 求自己的利益 好处 oh you fall your own self advantage oh 只要耶稣祝福 oh you just want the blessing from jesus the危机来的时候 出卖耶稣 and then during crisis you betray jesus the危机来的时候 出卖王牧师 and during the betray your own pastor as well 不是我是我牧师 你牧师在哪里 你在信生命 oh where's your pastor well inside the church there go go and get him 我相信你不会吧 ok 你知道在当时候 其实在当时候 犹太人呢 他们面对这种 西罗文化的冲击 so back to the Jews during that time they're facing the conflicts of this great co-Romans culture 一个就是他们 以人为本的主义 one is the ideal of humanism 但是那种犹太人 他们精简的犹太人 他们以神 为他们一切的中心 所以当时候也是一样 他们把上帝 放为他们一切的守卫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们如果受到冲击的话 一些呢 他们的西罗文化 他们是追求生活上的 享受快乐 为他们的满足的 但是这些金钱呢 他们是 他看中是 一切荣耀神 为他们人生的 最高目的 请问你相信 在当时候 在犹太人 他们有一些人 是不是三心两意的 有吗 我看那些历史呢 其实是蛮多的 在利益当前的时候 他们会出卖 自己的信仰的 各位弟兄姐妹 无可否认 我们跟随主了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的动机 是不正确的 但是不一定的 很多人 都没有冲击 在最初 但是不要紧 你在 慢慢你在信仰中 你不断地被更新 不断地被改变 Amen吗 关键是什么 你不要停止追求 你不要有一种骄傲 你要谦卑 学习 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改变 Amen 你知道很多人呢 现在呢 他们跟随主的时候 他们遇到困难 拦住的时候 考验的时候 他们会放弃 自己的信仰原则 因为很多人 现在都会追求基督 但当他们遇到 困难和试试 他们会离开 他们的基督 我说 如果你一个人 你做基督徒 如果你停止追求神 你不想追求的时候 你没有更新 没有变化的时候 没有谦卑学习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危机来的 感谢主今天 你们坐在这里 我相信你们都是有 真心追求神的人 Amen 第二个重点呢 是跟随耶稣 是正确地看见 你看哦 第三十九节 耶稣就带他们去看了 好啊 来啊 你们来看 于是呢 他就去 看他所住的地方 看到什么呢 这里没有讲 你猜他们看到什么 没有看到什么 这里圣经没有讲 有看到豪华的住宅吗 没有 肯定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马太福音 十八章里面有提到 他说 有一位经学家 前来对他说 他就对耶稣说 他说 老师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耶稣回答 无里有洞 天空都飞了 飞了有祸 有窝 但人子却没有 栖身的地方 这两个门头 肯定他们跟耶稣去看 肯定没有看到 什么东西 他们一看 什么都没有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要我跟从你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你什么都没有 你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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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宝 连一匹 驴子都没有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那一天呢 他们圣经说 他们就跟门 这个 这门头就跟耶稣 住在一起了 听好来 住在一起 这句话 就是一个管节 所以在圣经里面 特别留意 圣经每一次 当人遇到神的时候 就是 怎么样呢 就是 人与神在一起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愿意 信了主持人 你愿意花时间 能够与主在一起吗 你有个人 对神每一天 的祷告的生活吗 你有读经吗 你有来参加教会 崇拜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的话 神是很愿意 让你遇见祂 神很愿意 让你遇见祂的 你会遇见祂 因为神是一个 主动要来 寻找你的一位神 圣经说的 祂常常在外面 扣门 在你的心的外面 扣门 如果你开门的时候 祂就进到里面 跟你一起同坐 神很喜悦 要来到情境里 所以当他们 这两个门头 跟耶稣 住在一起的时候 圣经说 他们的眼睛 好像被打开了 意思是说 他们对耶稣 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看见 他们对耶稣 有不再一样的 一种的领悟了 他说对的 对的就是我们 等待已久的 这个弥撒亚 就是祂了 所以关键是什么 我们是否已经 跟耶稣 有一个正确的看见 就是需要花时间 跟耶稣在一起 当我们愿意 这样来花时间 跟祂住在一起的时候 神就会打开 我们属灵的眼睛 所以我们 这门徒 不能够再用 外面来看耶稣 为什么因为 圣灵的启示 是圣灵的光照 祂的开耳 让我们真正认识 祂是谁 我们的属灵眼睛 被打开了 我们明白了 原来耶稣 是这么宝贵的 原来耶稣 不是什么都没有 原来耶稣 所有的丰盛 都在祂里面 这个是在 哥罗西书 一章十九节 讲的 对不对 所有的丰盛 都已经在 祂里面 但是因为 祂的丰盛 里面 现在是什么 而是因为 祂给我们 一个的交换 以至祂现在 好像很贫穷 因为 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享受 祂里面的丰盛 我们才能够 真正看见 祂的真实 不是从我们的肉眼 看 祂什么都没有 那是一个属灵的眼睛 看原来 祂是来交换的 祂的交换 你看见吗 各位弟兄姐 你看 祂是本来 富足的 为了我们 祂成为贫穷 神经说 祂使我们富足 祂自己 是成为了贫穷 来使我们富足 然后 你看见吗 祂受的鞭伤 使我们得一致的 然后呢 你有看见吗 祂受的刑罚 使我们得平安 然后呢 还有呢 祂担当了 我们的罪 使我们被称为义人 还有呢 我们是死在 过分中的 但是祂为我们死 使我们得到永生 还有呢 本来是我们 是被咒诅的 但是因为 祂在木头上 所受的咒诅呢 是我们得到 释放自由和祝福 还有耶稣 祂被 弃绝 使我们 能够被神接纳 你知道吗 耶稣 祂被朋友 弃绝 门徒也 弃绝 甚至天父 也颜面不看祂 但是因为 祂这样子被拒绝 使我们能够 今天被上帝 天父来接纳 还有呢 祂十字架上的死呢 已经把死亡的 阴间的 权柄的 锁石 已经 那个钥匙 夺回来了 还有祂的复活呢 使我们有得胜的 生命 我们有丰盛的 生命 我们有得胜的 生命 光明的 生命 爱的 生命 永生的 生命 所以过去呢 因为我们的 无知 我们只是用 外表来看 耶稣 今天很多人 也是一样 从外表来看 耶稣 对耶稣 有很多的偏见 原因可能是因为 一些教会呢 没有很好的 见证 所以一些基督徒 他们也对耶稣 有一种 的偏见 是因为这样子 你错失了 你在耶稣里面的 认识祂的 那个的 丰盛 阿们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感恩 阿们 我们能够认识 这位耶稣 祂就是最好的祝福 阿们 好不好 你跟戈壁说 祂是你最好的祝福 阿们 阿们 祂这么地爱我们 祂这么地爱我们 怎么样地来到拯救我们 请问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要怎么样来表达 来回应祂呢 我们怎么样来到 来到回应祂呢 来想一想 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回应 我们来看第三点 正确的回应 最好的回应就是以行动来回应 40节和42节他们 安德烈 他就 经历了耶稣 然后他就立刻去找他的哥哥 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那里 你看最好的回应是什么 这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阿们吗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亲戚朋友 我们都有责任的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朋友和伴侣 其实如果你 你真的认真去传福音 你的生命 180度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你会放下你自己的自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以前是一个 很知识 很骄傲 现在你为了要传福音 你要改变 对不对 因为你要代表耶稣 你在那个公司里面 你不能够做一些 让人家讨厌的事 对不对 因为你要想到要传福音 如果你没有想到传福音 我是就这样子的咯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阿们 但是你知道 这些亲戚朋友 是我们有责任的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们不敢勇敢地去分享呢 你知道很多时候 人很怕伤害感情 我的亲戚朋友 如果我跟他讲耶稣 等下他不爽 他会反感 我告诉你 这个是撒旦的谎言 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解药 就是一个特效药 什么癌症 什么无药可救的病 只要这个药 你手中有这个药 只要他用了 他就能够好的 请问你会不会给他呢 你会吗 请问 那个是一个绝症的病人 没有药可救 但是你手上就是有这个药 是100%可医治的 请问你会给他吗 你会吗 请问 我们要用这个角度 来看福音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不能够看到 一些我们的亲戚朋友 他们白白的 没有听到耶稣 没有认识耶稣 他们在追踪离开这个世界 你知道吗 你会想看他们 without knowing耶稣 without knowing their sin and leave this world 我们知道他的下场 去哪里 我们不要 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我们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 给他传福音 对不对 Don't be regret at the end that why not I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m earlier 好像 正确的回应 安德烈 就立刻带他的 各个西门 来到耶稣面前 阿们 你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要挑战你 阿们 每个人 保护我自己也是 因为 你知道有三种人 他们对 传福音的态度 第一种呢 他们是浪费机会的人 其实神很想要救这个人 祂把这个人放到你面前 你都没有察觉 你都 你都没有跟他分享 这些人 就是可能 你家里的 最亲的 你的亲的 还有你身边的朋友 第二种人是什么 他们会抓住机会的人 感谢主这种人很好 有一个机会来了 他就要 要跟他分享 但是这个还不够 第三种人是什么 能够制造机会的人 你去到那个公司 你知道这些人 我都要传福音给他 所以我的生命 就是不断祷告 然后我的生命 要活着基督的榜样 甚至呢 我要制造机会 要跟他们 来到有一个关系 请问我们这三种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们要悔改认罪 我们都好像第一种人 浪费机会的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传福音其实也是一种 属灵的争战 是主动出击的 因为人你没有传 他根本不想 他也不觉得 他要相信的 干嘛我要相信 但是你传的时候 圣灵能够感动 他就是一个属灵 争战来的 你知道吗 撒旦也最怕 教会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是 与神同工 在神里面 是没有难成的事的 所以我们放下那种 怕伤害感情 怕很难的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 凡事都冷 你还记得吗 我们说过 种子能够吸引什么呢 有种子的地方 能够吸引什么 他们 农夫他们 知道哪里有种子 他们就在那边 浇水和施肥的 对不对 他不会随便 在那些 没有种子的地方 那边浇水 施肥 他不会这样子做的 对吗 但是种子 当我们撒在 那个人的身上 你知道谁在做工 就是农夫 就是圣灵在 那个人的心中 所以当我们 拣拣了种子 我们会知道 那种草莓 是聪明的 他们会做的 他们的工作 有时不时 你一传他 可能你传了一次 神就安排 另外一个人 给他传的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 我们可能会不会 看到 我们的结果 但神会 送别人 所以经常 今天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上 世界最黑暗的时代 其实也是我们 要看到一个 转机的时代 我们要把握机会 也是神要大大动工的时代 如果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黑暗时代 第二次来 也是最黑暗的时代 但是呢 他也是很快来 也是我们要 把握福音的 这个偏传的时代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有 正确跟随主的动机 然后呢 我们有正确的 看见 更重要 我们有一个 正确的回应 阿们吗 好不好 我们站一起来 我们来回应神 我们来唱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非常的感谢你 你说当我们 先求你的国 和你的义 一切的需要 你都会加给我们 今天我们要祷告 我们弟兄姐妹 所有的需要 你都要供应 因为我们的心 就是要向你来说 神啊 我们要以你对齐 我们要正确的跟随你 主啊 谢谢你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子民 谢谢你 奉主耶稣 祝福你的生命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 掌声归给我们上帝 阿们